精灵宝可梦手机游戏登陆我国之后 全国上下掀起了捕捉宝神奇宝贝的热潮 玩家忙着抓精灵 难免会影响日常的作息 不过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寒沙指出 政府现阶段不会禁止公务员玩这款手机游戏 不过当局会继续的观察和评估公务员的工作效率 才决定是否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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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国副警察总长丹斯里诺拉西则是警告玩家 千万不要闯入五级安曼警察总部 州警察总部、警局或是警庭捕捉精灵 否则将会受到对付 诺拉西说无论是警局或是民众的住家 玩家都不应该擅闯 否则可能被视为刑事入侵而遭到警方对付 我们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会采取下一步 我们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